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蜜,又是我们的周五见 我在吃我午餐的面包,给你们看 就是个流星,这个咸蛋黄,我跟你说太绝了 黑眼圈的面包真的太好吃了 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今天我们来做大家亲战点单率最高的土豆鸡翅根吧 拍宅家的一天的那天,没有给大家细拍 但是真的是土豆炖的又软烂,鸡翅根炖的又脱骨 我今天准备给你们炖一个升级版的 因为后面我和王子又试了好多次 就是里面放五花肉又多了点油香味 然后还炖过一次放鸡爪子的 就是非常的下饭,非常的下剧 我放过鸡爪子,放过五花肉 但是这些全都没有在一起炖过 今天我们就来炖五花肉,鸡爪子,鸡翅根,炖土豆吧 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就是我所有的东西都准备了 然后昨天晚上呢,半夜失业宵的时候突然想喝可乐 然后门口那个地方就单独放着一瓶可乐 我就咕咕咕咕咕就给喝了 喝完了之后,半夜恍然大悟突然降起来 那个是我今天要炖菜的可乐,怎么办了,怎么办了 家里没有可乐了 然后我就开始买,半夜的时候真的在那打瞌睡 边打瞌睡边买,但是没买着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第一天的时候就在那买可乐 然后12点也没到,1点也没到 然后我就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焦虑 怎么办呀,怎么办呀,天马上要黑了 我拍摄的今天是周二 我不知道有没有北京的宝贝们感受到了昨天的沙尘暴 还有今天的大风了吗 外面现在真的带有十几大风 王子宇跑去给我买可乐去了 告诉我不要难过,不要生气 穿上衣服就出去了 然后可以,我们现在在家做一下准备工作 按照老规矩再给大家分享一些乐器吧乐的东西 咱们就可以开饭咯,走吧走吧 六份鸡翅干 鸡爪子,还准备了二薪排骨 当当,我就不信它不够 但是咱们今天就可这一锅炖啊 这些土豆我感觉用不了 先把肉抄了 凉水下锅倒料酒放葱段 然后开锅之后把沫撇干净洗干净就行 然后这个鸡爪呀 就是上面的指甲我都要给它剪干净 就是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给它炸一下 炸成虎皮状 五花肉 哎呀说到五花肉我有个非常难过的事要跟你们说 就是甚至都到了让我整日以泪洗面的那种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给你们讲 咱们现在先做 哇,这个五花肉真好 切大块 太大了 多少钱 叮叮叮叮,花不垃圾 如果你不垃圾,我就不能叮叮 叮叮,肉切完了哟 叮叮,鸡刷子也 完事了哟 我今天有隐藏菜哟 看 一个大手枪腿 来,再给你们看一眼 冒出来了,放葱,放料酒 看,这时候其实已经煮出来很多血沫了 总共就两个步骤,超级简单 咱们先把这个肉洗干净了 我在家做饭就这样,比较随腻 把水池子也都清洗干净了 反正肉也在洗 我就 就像我可能炒五个菜,我都不洗锅一样 我的大鸡腿 油光灯亮了 说实话,这个菜到现在我一次都没做过呢 都是王子余做过吃 甚至都没有看完这个锅 有点等他回来再教我吧 因为我只会炒水,后面就不会了 一锅,高高的 这边还有点凤鱼,放葱葱 一个勺子 这样弯,知道吗 哎呀,你回来了 天气不冷 凤死了 好大的风吧 我在屋里都听着鬼哭狼猴的 还是这么冷 我觉得你的肉一旦没事 跟这套冰箱里一样 我刚才还在说呢 我有一个让我整日以泪洗面的五花肉世界 天天嗷嗷哭哭呀 早上醒了先哭几头 我要睡觉前再哭几头 太可怜了,刘大芝 别说了再说我又要哭 再教大家怎么挖土豆 就这样扣啊 这是我们试了好多种方法 最容易软烂 最好吃 千万不要用刀器 老公 我跟他们说 我都没有见你完整的做过一次 今天只动作也不动作 对,是我要求的 我说一定要我做给你们看 因为这马上复工了嘛 帮子也要忙 可能以后就没有时间陪我和大家了 好了,我要用心的给你们挖一块土豆了 咱们一块操作过程的时候见吧 我要跟你们吐槽啊 就是刚才他一回来说 马路上人都没有 特别的凋零 我说那叫萧条还凋零 他说那你能不能听得懂吧 我说那是叶,我是大聪明 他说你是个大聪吧 你看看你中午吃的这个面膜 做的胃宝是齐全地长的 他可扫一天地了 他可扫一天地了 鸭子是不是特别的凋零 不光凋零才稀碎 我还梳了个头 来,人形正价给我做饭了 快我要蹲,蹲绕上去了 哎,你不应该欠个女友那种 女友欠 太傻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肉 女友欠完了之后 我不是直接拿了什么一盆肉 给你再看吧 哈哈哈 是先放可乐吗 嗯,对 先放可乐,不是先喝可乐 我们这两天也试了好多种火锅底料 有的火锅底料确实它扎子很多 我还有花椒粒 所以这样可以给它滤出去 现在还要加什么 大葱,大蒜 大蒜 我先让你留几颗,留几颗你逗一颗 再包两颗 看这本镜露出来了啊 可以放一点点酱油跟老抽 稍微上点色 也太少了 再放这么三斤 你的少来应该点是 刚才的那个 放料酒吗 放点吧 你刚炒水中放过吗 放过 再来一点 我吃料酒挺贵的 它已经开了有一会儿了 这个渣子真的很影响口感 重点是它也很影响扣饭 这时候盖上盖煮是吧 对盖上盖煮收收汤 收拌过汤之后 然后再开着盖再收汤 对 好了 麻烦了 简单吧 好了 那边肉已经炖上了 那现在就是我们的好部分享时间了 既然这期叫有求必应举嘛 你们跟我说上期那个衣服很好看 那来 咱们就来个合集 这个上次你们都没有看全 有这种皮质蝴蝶结的装饰 而且有很多 不用这样排的非常的整齐 你可以随便放在哪 放在衣领上放在哪 这个衬衣还是可以单独拿出来穿的 就完全都没有问题 然后外面的背带全你也可以随意搭配 所以既然是合集 那咱们今天合集的就是我们的盐茶区 包括跟这个一起搭的 我给你们看还有个小外套 也是这样的黑色皮质的小蝴蝶结 很立体的这种小蝴蝶结 你看这个外套搭这个 好奶有没有 这个我一米七的个子 大概到我的膝盖上面一点点的部分 都是盐茶的 下一个 这个裤子我要给你们推荐 它是一个这样黑色的 就是腰带你不要给它塞进去 你这样垂着一条显得腿超级长 而且它是这样的阔腿裤 然后下面还是这种渐变颜色的 然后他们家还有个白色毛茸茸的毛衣 这个脖子上是可以积搭的 这个会比刚才那个黑色的背来群长 另外一个 既然说到裤子 我又给你们准备了这个一套 这个也是我刚入 好多了 这个也是我刚入的 这个针织衫呢 就是它这个肩膀这里有一个设计 就是穿上会显得很正式很挺 然后重点是它这块有个脖口的设计 就是这样很显腰身 你再配一个白色的裤子 或者配刚才那个黑色的牛仔裤 他们家裤子我真的太喜欢了 我们看下面有一个绝边的设计 哦 他们家有个我刚入的 这个要给你们看 我好喜欢 是一个许文强风的 许文强风的一个大牟尼外套 哇 老公 老公 好看吗 这个好看吗 哇 你知道它多长吗 它快到我的脚踝了耶 而且它的料子是非常挺的那种 然后但是不硬很轻肤很软 然后这边还有这样的设计 来 咱们今天的毫无可及 盐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盐 茶就是绿茶的茶 他们家 我真的愿意给你们推一辈子 哦 前面还有还有个东西可以给你们推荐 这个 是我进阶段买的最好的土特茶 东北玉米茶 它是这种小颗粒的 就是煮了之后真的跟大茶粥一样黏 就是它的价格还算是我进阶段买的很便宜的一块 叫松松美食店 看我买茶子买过这么多 第一家 就是个28块钱的五斤 它做米饭真的好好吃 做米饭真的绝了 我前两天做不一 就二米饭 真的你们不知道二米饭的快乐 你但凡吃过二米饭 你就不会再想吃其他的米了 哦 然后还有这个 说出来你们都不信 这是我双十一买的 结果刚到 它是一个这样牛仔式的 然后很大 就是我乐意买这些东西 但是我不爱背 我爱背的也就是那个背了好几年了 哎 我还记得这款 这款它的名字叫 加州辣妹 加州辣妹我是当不了了 我可以当莱州辣妹 好了 我要先把我的衣服拾到拾到 咱们一会儿肉锅里煎吧 这个就是炖到时候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盖炖了 开盖炖可以转中火 转大火 好转大火 转大火 转大火 哇下面土豆已经碎了 你怎么又有这儿啊 我还开得非常伟岸 你现在千万就一米饭了 我要那么高个子有啥用 我硬漆不都买不着裤子穿 根据我的经验 再跟大家传授一个独人绝技 就是你要稍微多留点汤 你要等它感觉还有点稀的时候就关火 哎呀这臭豆 好了 关火 咱们上桌吃饭 走喽 带你们去那边喽 哎呦刚刚好 这么一大碗还冒着气 都看不见我了 那天我看大家说 喜欢看我用漂亮小杯子喝可乐 那咱俩又不缺杯子 给它安排着 米饭 米饭 是不是踢准了 昨天刮沙尘暴 今天大风降温 周六周日 周一都没有出门 然后今天就王子余出门 给我买了回可乐 结果今天风真的太大了 真的太大了 然后他一回来就吹的片头疼 那躺着呢 真的 我心里哎呀好难受 就是都是 都是因为我 先让他躺一会儿 一会儿再去哄他 这是我炖的最化的一次肉 鸡爪子都已经脱骨软烂了 看 这个里面又是我最爱吃的 那应该是鸡翅根第一 五花肉还是第二 然后排骨第三 鸡爪子是啃着玩的 不不不不不 这些都不如土豆 我跟你说这个土豆真的绝了 真的绝 我心里把土豆搓搓烂 搓成土豆泥跟汤融合 再给你们来一勺啊 然后这口米饭真的是神仙米饭 行 我要讲我的五花肉事件了 就是大家认识这么久 我觉得你们应该知道 我是一个 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 把事压在心底的人 特别是不想影响我的工作 不管是家里的事啊 还是什么事 因为前段时间北京不是大多数都在居家吗 然后大家知道我和王子余也都在居家 前段时间我妈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因为你们知道我爸爸还病着呢 然后就是我知道我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回家 我本身就很焦虑 就很担心家里 因为我之前都是每个星期都往回跑的 你们知道 就是为了看一眼让自己安心 我也不嫌累 然后我妈知道我这边的事呢 然后又怕我吃不好 然后所以他就到处买 买了好多五花肉 自己在家蒸 然后蒸成那种大块的 就是那样的话我回来蒸一蒸 切片我就能吃 我妈知道我爱吃那个东西 所以他就连夜煮 煮完了之后又把那个肉给冻成冰坨子 又给冻上三天的时间 给我煮了十多块大块的五花肉 然后还很开心的给我拍照片 然后找进了各种快递 然后可算给我寄出了 寄之前呢他也问快递了 然后快递小哥说肯定能到你放心吧 寄出了之后呢是可快了 一天就到北京了 但是到北京现在已经多少天了 8号到的北京 我拍摄的今天是13号 已经在北京滞留5天了 我真的从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开始焦虑 我就开始每天查快递 但是打客服电话又打不通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我就开始着急 然后我就开始哭 然后第四天的时候早上一大哭 中午一小哭晚上一小哭 然后第五天的时候今天早上又刚刚哭完 就是这种感觉你们知道吗 就是家里人百忙之中辛辛苦苦给你做的 他们都没舍得吃一口 把最好的东西全都寄来给你 结果坏在路上了 我真的太难受了 我不是舍不得这些买肉的钱也不是什么 我就是我妈做的就这种感觉 然后我就跟大雪说这个事 然后大雪说真的太理解了 然后她就跟我说 这就特别像咱俩每次春节的时候 然后要离开家的那几天 每天叽叽歪歪的不跟爸妈好好说话 叽歪完了又后悔 我也是我也跟我妈说了 我说你为什么非得赶这时候寄 然后我说的时候我也知道这话特别不是人 但是我真的太着急了 说完之后我又后悔 我又自责 然后哎呀就是这种感觉 那包括我自己跟她头疼也是 我是很担心 而且我知道是因为我 就是很自责很担心 但是那也得开个期间不太晚吧 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最著名的无花肉事件 我那天我突然蹲下一个盲嘴说 我说老公公你有没有觉得我过完生日之后 我整日以泪洗面 她就在那笑说什么呀 我跟你说这个肉还有一种吃法就是 你看这一勺土豆泥 你把这个肉往土豆泥上裹 蘸土豆泥吃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我这拿了个空碗 我给王子鱼留一块 留一块小鸡腿 留一块五花肉 再挑一个瘦一点 她太喜欢吃瘦的 她留一个鸡爪子 还差个排骨 还差个五花肉 排骨五花肉的话 再挑一挑再说吧 我本来一开始 看那个对焦的地方 一直对在肉上 我想那又对在肉上吗 他比我招人稀罕 但是我又一想不到喧宾多主呀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还是来对着我 还是来对着我 你们肯定更喜欢看我的 是吧 还没有给你们啃鸡尸根呢 啃鸡尸根 都是已经炖到脱骨的样子了 蘸一大口土豆泥 把我后面抠个坑 专门放土豆泥呢 后期后期现在给我要视频了 会会视觉 看就是这个坑 要的就是容易缩了脱骨的感觉 可以把子鱼的五花肉 上面挑了块瘦肉 还有啊 这么做的时候 如果觉得汤稀了 就搓土豆 你搓个几块 汤就不再稀了 就开始粘活了 所以呢 我说稍微多留点糖 让它稍微有点稀的感觉 是最好的 哎呀 妈呀 这个土豆泥也 真是要给我的鱼吃 咦 又一块瘦肉 好啦 给它两块瘦肉行了 看我多好 一看点单力这么高 就给你们安排了 鸡爪子 感觉这次买的不是很好 没有上回的那个容易软烂 嗯 我要跟大家商量个事 不是商量 宣布吧 因为你们也知道 我和王子姨的相处方式 因为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我们两个 觉得对方有什么 自己不喜欢的地方 就会直说的这种人 然后说了之后就改了 然后就像前段时间 有一天王子姨在拍我的丑照 拍完了之后呢 我一让他也拍 他不给我拍 我就生气了 我说你都拍我的 那你不让我拍你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 说媳妇 我认真跟你说了事 然后说 其实我是个挺有包袱的人 然后他说 但是你看看你小号 他说 你都没有发过我一张正常的照片 他说 但是你在我这边 永远都是美美的 我都给你兴图 给你干嘛的 他说 其实我不喜欢这样 他说了说 我还没有认真听 我就觉得他在找事 然后后来他来了一句说 你在我这里永远都是美美的 我一下子 哎呀 我就觉得 是我不对 是我不应该这样 然后我就去翻我的小号 我看 我发过了王子余 我想这都是啥呀 然后我就 发给我其他的朋友 然后我就说了这个事 他们都说 你们这样相处方式挺好的 然后王子余说的也对 确实你太过分了 但是我跟你说 王子余拍我的张照片 他拍的更过分 我让他配合我拍 他说 你不能因为我不配合你 伴仇 你就生气呀 然后我也想 那确实是 是我不对 所以我以后就是 也还会发他的丑照的 但是就不会像之前 那么过分了 然后他那天也跟我说了 他不是很喜欢 王姐这个称呼 我也想 哦也确实是 一个正常的钢铁直男 谁愿意天天 让人叫自己姐姐的呀 所以我就是想跟大家说 以后咱们都改改 王姐这个称呼啊 我今天这期已经再改了 大家也改一改 我 我真的已经叫习惯了 我已经改不了了 真的 我今天是个次脱了嘴 看 他都炙了 这口 属实有俩 狼性 哎呀 有的五花肉都已经戳碎了 我跟你们说 鸡爪子糯的有 但你们真的相信我 像我一开始说的 炸成虎皮样子 会更好吃 看见刚才有个 叙叙根了吗 我记得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 我一直觉得鸡翅根 鸡翅中好吃 跟小鸡腿似的 这个土豆啊 我准备一会儿给他弄个 土豆扣饭 还有 还有 哇 这个鸡爪子 把我吃才有鬼 鸡翅根 鸡翅根 黏蛊的 黏蛊的 那个劲儿 第一视角 来 听声音 今儿它虽然没多好看 但是 我还吃了个鸡爪子 就是腿关节根的那块的一个脆骨 哎呀 这个镜头里 这碗饭又到大家给我估价的时候了 我这一碗饭得值多少钱 它也就一个鸡腿 它没有什么其他的肉了 还有块五花肉 正在吃个几人份吧 一人份 不管 就是一人份 最近我的观影单 风吹万下 颜值剧情演技 真的每一个人的演技都 哎呀 好看 真的好看 我在我的所有群里基本上都 求求你们了 快去看嘛 上一个这么推大家去看呢 还是罚醉 我当初看罚醉的时候我真的都又疯了 那我的天呀 天下的都这样 啊 就这样 哈哈 哈哈哈 这个饭 我给王姐留两勺子 呸呸呸 给王子鱼留两勺子 给亲亲的老公留两勺子 还有还有戳碎的五花肉 他这些布 他这些布 其实王子鱼比我大嘛 有时候他会教我很多东西 比如今天也带跟我说 说什么 我就是非黑即白 不是一就是二 我说对啊 我说不然还是三吗 我就在那跟他讲 他说你有没有听进去我的话 我说我听到了 他说你这样不好 太容易吃亏了 我说行了行了 知道了 你有完没完 就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但是有时候我会认真听的 你不是在这儿鸡呢吗 你不要听我和别人说悄悄话 吓我一跳 他又在教育我 你听到我刚才说的 不要叫你王姐这句话了吗 没听到呀 该听的不听 突然有点像跟姐妹八卦 胡说八道的时候 被人抓包的那种感觉 一个人在家太习惯了 就突然有人一说话 不一定吓一跳 我吓得我脑子冒汗了 他脱骨压他 我不能这么滴露这把 是个老板心的叫 完了完了太阳落山了 史上最实诚的饭 真是 我还因为他刚才突然说话 心有余悸 我很不喜欢 我说谁好的时候 我刚才是在说好啊 我说谁好的时候 被他突然听到 特别是我不想听 然后我还在承认他对的时候 就是我不听你再说个屁 但是背后偷偷说 嗯他说的是对的 然后被他听到了 哈哈哈哈 啥 咋 我跟你说就是 鸡腿最爱吃手充饭 啊 气 吃鸡汁最爱吃鸡汁鸡 不少有味 说好没啊一口 给他吃了 今天最后一口 带一块五花肉的 看 你们终于知道 这个勺子有多大了 跟我的手比 我的手是跟王子余手一样大 我手很大 跟你你爸四的男生手一样大 干杯 咱们今天真的干杯 不干瓶了 好了 今天又是有求必应的小咪 挥手一分钟 拜拜 会做了吗会做了吗 赶紧给我反图 你们前几次的反图 我真的非常的兴奋 我跟你说 这个你们吃到嘞嘞的一瞬间 你们肯定也是兴奋的 我说一分钟 拜拜